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河圖的天地之樹 我們繼續來感謝大家 繼續來收看中壁543的直播平台 我們今天要來分享 彈天收益的第18個單元 河圖的天地之樹 接下來我們先來看這張圖 這張圖其實照我猜測 這張圖是宋朝人畫出來的 因為在宋朝以前 其實他這個圖其實是沒有的 那這個河圖的天地之樹 他根據龍馬戶圖 上面的圖案就做出了這個圖 那在這個圖裡面 他我們可以看到 河圖所顯示的這個天地之樹 一般的說法是根據天象而來 那他有十個數字 有四個數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 那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 我們可以看到一二三四在內圈 內圈 那外圈呢 五在中間 然後六七八九 在外圈 然後十呢 又在內圈 他是這樣一個 這樣一個設計的方式 那根據義系詞的說法 我們剛剛給各位分享 義系詞裡面講說 天一第二 天三第四 天五第六 天七第八 天九第十 天數五 第數五 五位相得 各有何 天數二十五 地數三十 凡天地之樹 五時有五 此所以成變化 而行鬼神也 也就是義系詞 把這十個神秘數字 把它推崇得非常高 認為是什麼 認為是成變化 而行鬼神 意思就是說他是萬物變化都根源於此 而且可以驅動鬼神 也就是說 他代表了世間的一個一切 那在這圖中裡面的白點 白點 它的是奇數 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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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五七九 這是這個白點 白點代表天 所以稱為天數 黑點代表音 代表偶數 二四六八 二四六八十 這是代表地 所以稱為地數 所謂天地之數 也就是說 天數有 一二三四五 地數也有六七八九十 所以呢 這個是叫一個是天數 一個是地數 一個是地數 那這個呢 《易經》裡面 西詞裡面有一句話 講說 方與俱列 物與群分 吉凶定乙 所謂方為兩 為偶數 物為三 物為三 為奇數 《易經》西詞裡面 還有一句話 他講說方與類聚 物與群分 方 四方 我們常常講天圓地方 天圓地方 那圓呢 就是這個方 就是兩 就是偶數的意思 那物為三 如果是物的 物與群分 就是物呢 它是奇數 是奇數 所以道德經才會說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萬物 那在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裡面 他提到 所以天數 是奇數 就是奇數 那地數呢 是偶數 所以古人說天圓地方 天圓地方 但是天圓地方 有人說是古代人對地區的觀察 是這個地 它是這個四四方方 然後天圓是圓形的 天圓地方的意思 天圓地方的意思 意思說天圓是奇數 那地數是偶數 那個奇數呢 根據意見的說法呢 這個方與類聚 方與類聚 物與群分 所以方與類聚呢 就是講這個偶數 偶數 那物與群分呢 就講奇數 就是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萬物 所以呢 天圓奇 地數偶 有人這麼一個說法 所以天圓地方 它其實有兩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就是我們現在 大家所熟知的 天看起來像圓形的 有時候我們躺在呢 這個山坡上 眼眸的 眼眸的天空 發現天好像就是個圓形的 這個 這個 這個圓形 土地呢 就好像一個四方 天圓地方 這是一種說法 那另外一種說法就是說 因為疫情裡頭講說 方與類聚 物與群分 所以方呢 就是所謂的 這個地有四方 物與群分 就是所謂奇數 所以呢 就是所謂天圓地方 天圓地方的意思 那這個意思呢 就是天圓呢 因為我們知道天呢 它是 陽性 陽素 那陽素呢 是代表一個是什麼 不可分 不可分 所以它是我們看在 在疫情的 每一個掛的六號裡面 陽號它是不可分的 那地呢 分為兩段 所以地的意思是 可以分割的 可以分割的意思呢 就是自身的殘破性 也就是它本來是個整體的 但到地的時候呢 它就變成自身的殘破性 它就一裂為斷 斷為兩段 所以呢 地 就方而靜 那靜呢 天呢 是 天呢 是動 它是動 所以是 所以是天是常常在動的 然後地呢 是非常安靜的 所以 那一三五七九代表了天 二四六八 十代表了地 那十呢 五跟十呢 五跟十 五跟十呢 代表一個對立 還有代表一個統一 所以反映出宇宙之間的 對立的統一關係 對立的統一關係 所以呢 古代人呢 把這個 不可以改變的事情 把它認得是天意 一些可以改變的事情 就真的是 地的一個軌跡 所以呢 所以叫地數 天數就是所謂的天理 天理就是 是事物發展的 必然的一個軌跡 就沒辦法變 沒辦法變 非人力所能抗拒 非人力所能抗拒 那這個叫做天理 那天數相加的 二十五 也就是 一三五七九 這幾個數呢 相加起來是 一加三加五加七加九 這些數字加起來 就是二十五 所以天數二十五 那地呢 二四六八十 這五個數相加起來就三十 所以呢 叫地數三十 那天數二十五加地數的三十 加起來就是五十五 所以古人說 凡天地之數 五十有五的意思就如此啊 就一加到十呢 就是五十五 所以呢 這個呢 解釋也是鄭玄說的啦 鄭玄說的啦 所以鄭玄呢 他在義傳裡面說啊 他說天數五地數五 五味相得各有何 各有何 天地之氣各有五 五行次之 這天地之氣各有五 就是五行的意思 一也水 一也水 天數也 天數也 二也火 地數也 三曰木 天數也 四曰金 地數也 五曰土 天數也 此無者 因無彼 陽無藕 故又何之 第六為天一之彼也 天七為第二藕也 第八為天三彼也 天九為第四藕也 第十為天五彼也 二五 因良各有何 然後七相得 施化行之 所以我們在看這個圖裡面呢 一呢就跟六相對 所以呢 一跟六相對 二呢 二呢 他跟七相對 三呢 他跟八相對 四呢 他跟九相對 然後這個五呢 他跟十相對 也就是這個 核土天地之術的一個意義 核土天地之術的意義 也就是他代表兩兩相對的意思 那這兩兩相對的意思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他基本上來講 他就是 有一個特質 我們看一下 核土的六核之術皆為陽 我們看一下下一張圖 這張圖裡面 這張圖裡面呢 就是 這張圖裡面 這張圖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核土六核之術皆為陽 什麼意思呢 我們剛剛講說 一跟六相加起來是七 七為陽 那二跟二加七 相加也是陽 然後四加九 十三也是陽 然後五加十五 答案是十五 那也是陽 所以三加八也是陽 也就是說 這個就是六核之術皆為陽 也就是六核的意思呢 就是一、六、二、七、三、八、四、九 還有五跟十 還有加起來 加起來是五十五 所以這總共就是所謂的六核 那六核的數目 所以六核之術皆為陽 六核之術皆為陽 在清朝道光年間 有一個醫學家 這個醫學家叫萬年純 那據說他研究已經30年 研究已經30年 所以他就寫了一本書叫《異母經傳》 《異母經書》 那《異母經書》裡頭 據說這本書現在藏在美國的國會圖書館 美國國會圖書館 然後他對於政選的這個說法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 他說一般來講天圓地方 是地在中間 天在外面 所以我們現在講的六四卦 八八六四卦 他的畫懷是中間它是一個圓形的 四方呢 中間它是一個四方的 那外面是圓 就是天圓地方 所以地是在中間 圓是在外面 但是呢這個萬年純呢 他的相反 他的說法相反 他說應該是這個地 四方在外面 中間的圓形的應該在裡面 理論理由是什麼 理由是根據合土而來 合土而來 所以他說一加三加七加九 這四個四相加 剛好是二十 二加四加六加八 加起來剛好是二十 所以呢之前在政權所提到 一加三加七加九 這一三五七九 二十六八十 他這五跟十啊 不應該算在裡面 所以呢中十五 所以共有五十五個數 五十五個數 那中間十點就十言不方 等於是有個五加一個十 所以呢五呢 在中間 那這五呢 他是一個什麼是天圓 十在外面是地方 然後呢一三五七呢 一三五七 這個是天圓 然後二十四六八 是地方 所以他有四層結構 那這四層結構 他其實是天圓地方 所以天圓在中間 地方在外面 地方在外面 所以呢根據這個 這個萬年存的說法 他就說 六核裡面 他的六核就一加 一加七 一加七 這個六核呢 六核 就是一加六等於七 然後呢 二加七等於九 四加九等於十三 三加八等於十一 五加十等於十五 那他的核呢都是基數 然後這是五個核嘛 那最後一個核是什麼 把這些數通通加起來 就所謂六核 所以呢 這是呢 這個萬年存的一個說法 那萬年存的說法跟這個 剛剛講的正玄的說法 有一點不大一樣 那他們都主張天圓地核 天圓地方 但是對天圓地方的解釋 不大一樣 正玄的天圓地方 裡面的地方是在中間 外面天圓在外面 那這個萬年存呢 他說相反 相反 這個地圓呢 這個天圓在裡面 地方在外面 而且一層包著一層 一層包著一層 所以呢 這個是我們可以跟大家分享 兩種不同的雪派 對於這個天圓地方 對於核圖四個樹的一個說法 有一些不同的說法 那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繼續來跟大家分享 天地之樹的變化 天地之樹的變化 我們休息一下 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對於核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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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外面